好 我們首先要帶你來看到 這個最新的畫面 也就是解放軍在今天宣布 要對台來實施圍台軍演 那麼稍早呢 這個最新畫面當中可以看到 在天還沒有亮的時候 海陸空就已經初級來展開 他們這一回的軍事演練 尤其是這個畫面當中可以看到 原來他們也派出了航母 而且艦載機是已經升空出動了 特別是這個畫面 他們用了兩到三秒的時間 來展現這個艦載機起飛 是有用意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這個航母上頭 最能展現軍事實力的 就是它的艦載機 特別在這段影片的最後 他們使用了這一段畫面 其實挑釁的意味相當的濃厚 那麼在這一段畫面當中 也可以看到包括了 有軍艦 有軍機 有戰車 全部都出動 所以還有在這個 可以看到現在是晚間的時刻 那麼還有剛剛有看到破曉時分 也是有這個軍方出動 那麼為什麼這一次的軍演 被說是特別的不同呢 就在於這一次軍演 它是一個全天候的 要來進行軍事的作戰 目的背後有什麼意義 我們一起來聽大陸的軍事研究員 是如何的分析 這次行動還有一個新的特點 那就是全天候 它的實戰氛圍更加濃厚 這次演練任務部隊 聯合編主是於凌晨夜間 即發起軍事射壓行動 從兵力機動 展開步式到進逼射壓 隨時可有迅轉戰 而當然這個解放軍的東部戰區 也是動作頻頻 因為在昨天我們有看到這個 整個帶旦的影片 不到24小時又發布了 我旁邊這個最新的一段影片 這是今天上午所發布的 在影片一開頭 他們是手寫了一個勒 勒住脖子的這個勒字 這個影片主題就是要 特別的警惕台灣 要勒緊台灣 要勸台灣不要再有太多的挑釁 否則就會勒住台灣越來越緊 那麼也回顧了 過去的幾次圍台軍演 而且還有網友就發現說 這一支影片是特地使用了 繁體中文字 所以目的很明顯 就是要給台灣的人民來看的 那麼因為這個軍演 來得相當的突然 也讓引發了全球的關注 就在稍早 CNN的駐台記者雷普利 他也和美國CNN的現場 來進行了連線 提出了他的分析 他認為說這個中國大陸 去年 光是去年一整年 就花了破百億的美金 來舉行軍事的演習 不可能只是為了宣傳 來宣揚他們的軍威而已 而亦有一起來聽 所以明顯然他們不只是花費這個錢 只為貿易的貿易 再來看到的這個畫面 其實這一次我們講到 還出動了中國的海警 也加入這次軍演 有沒有看到 在台灣的四周 圍繞出了一個愛心的形狀 除了強硬的軍事演型之外 解放軍這一回還有溫情喊話 說是用這個海警 來圍繞著台灣 是要排出一個愛你的形狀 象徵是兩岸同心 好 這是一個溫情喊話的部分 那麼講到了這個海警船 這當中有派出一艘 噸位相當大排水量 超過萬噸的一艘海警船 也就是2901號的這個海警船 因為它是世界最大的 在這一次也加入了 這一次的聯合圍台軍演 所以也引發了關注 那麼大動作的威嚇台灣 現在不只是我們 包括了國際間的媒體 也是緊盯接下來的發展 以上就是這一節最新的國際推播 再把時間掃完給家玩 大陸解放軍東部戰區在今天凌晨5點 申布要對台進行聯合力艦2024B軍演 那麼在稍早之後文字的表述 一直到週五十一點半左右 大陸的官媒央視陸續的釋出演習的影片 包含了部隊緊急集結 戰鬥機黑夜升空 還有海軍的艦艇巡航 那麼東部戰區也證實 大陸的航空母艦 遼寧艦以及其編隊在台灣 以東的海域和其他的兵種進行聯合演練 這也代表中國大陸似乎要以封鎖來作為一個戰略 而其中比較特別的是中國的海警局 他們也宣布這次有四支的海警的艦隊的編隊 對台進行一個環島的航行 其中還拍出了萬噸級的艦艇 那麼大陸這一次會這麼大動作的軍演 其實也是很明顯是針對賴清德總統 在雙十國慶的一個談話 中國當局不滿 他們認為賴總統依舊是在鼓吹 兩岸互不隸屬的新兩國論 所以動作才會如此之大 但是也比較特別的是這一次金門 並沒有在演習的範圍內 大家推想有可能是之前 才剛剛開放陸客到金門旅遊 因此金門不在這次的演習範圍內 而且大陸的文攻武嚇其實也沒有停過 在今天中午的時候 國台辦的發言人陳兵華就表示 根據之前所公布的一個檢舉爆料信箱的內容 他們依法對於立委沈柏陽以及聯電的創辦人曹新成 依法懲戒 主要他們被列為台獨頑固分子 是因為沈柏陽是作為黑熊學院的負責人 長期鼓吹台獨分裂立場 而曹新成對於黑熊學院是一個資金的支柱 所以兩個人被列為台獨頑固分子 終身追責 沈柏陽以及曹新成還有他們的家屬都不能夠入境 中國大陸 香港以及澳門 以上是我們在北京的最新觀察 把時間還給棚內 中國的這一回的圍台軍演 其實打的就是一個揮曲衝突手段的方式 加入中國海警進行鎖台的一個戰術 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位在金門的廖羅灣這邊 可以看到現在這個港邊其實停了非常多艘的海巡艇 而在後方我們也獨家直擊到了這個海龍的 這個挖兵的這個海龍艇跟海龍快艇 那可以看到其實有我國的海軍 還有海龍的這個軍方的人員 都是在這個艦艇上其實嚴加加強的來戒備 而其實在後方還有含這個LCU的這個艇 其實上頭還有這個機槍機槍炮都是在上面嚴加來戒備 而其實這一回這個不僅是國軍嚴加來戒備之外 其實我們稍早也直擊到了這個我國海巡的單位 其實在金門這邊也是強化戒備 他們其實一早大約在剛剛兩點多的時候 就是由這個海巡單位的弟兄駕駛的這個100噸的巡邏艇 是緊急來出港來進行海上的戒備 那其實應對這一回的這個中國聯合力艦的2024演習B呢 其實我方呢這個國軍跟海巡單位 其實也是都來加強戒備 以上也是我們掌握到現在的最新情形 先把時間鏡頭交換給台北部內 稍早公布的這段畫面呢 是我國海軍軍艦及反艦飛彈在海上和岸季推進部署的情況 畫面上可以看到的是海軍鳴船艦 依照命令緊急出海前往指定的海域執行戰備和監控的任務 而海軍的海風大隊機動飛彈及雷達車組也一命令前往指定的位置 掌握台海周邊的海域動態 由於共軍一早宣布圍台軍演 國防部會隨即要求全軍官兵提供解決加強監控 並與海巡等單位綿密協調合作 因為不僅僅是共軍的軍艦 共軍的潛艦也可能在這次軍演中出現 因此我國海軍出動了鳴船艦 因為鳴船艦是美國海軍經過演訓驗證 性能優越的軍艦 而且在國內先逸成功局軍艦有許多系統及武器配備都可以通用 而隨艦還安裝了兩套拖曳式的聲納 對於我軍整體的反潛作戰戰力有很大的幫助 另外海軍的海風大隊是移動式機動化車輛和固定陸地對海的反艦飛彈部隊 海風大隊是以中科院研發的雄二雄三反艦飛彈以及魚叉反艦飛彈為主要的武裝 配合海軍海洋監察徵收以及監控台灣海峽24小時全天候待命 以這次共軍軍艦集結及儀防等都能做密集而且有效的監控 以事實確保這次在共軍軍演時我防海域的安全 以上是最新主播 帥氣的戰機升空在地底起降 放眼望去可以看到好幾套戰機排排站場面浩大壯觀 中共14號對台驚嚴而肩負東南空海域安全的台東制航基地 在一早五點半就有戰機起飛戒戶 不少民眾都被巨大的戰機引擎聲給嚇到 直呼好久沒有這麼早就被吵醒了 戰機起降也很頻繁 支援戰備的IDF經國號戰機機翼兩側都有掛彈顯示戰備升級 另外轉場支援的F16戰機也拖出機棚在副跑道上待命 隨時可以起飛 用鷹高校機也都同步待命 根據國防部發布中共解放軍台海周邊海空域動態資料顯示 13號上午6點起到14號上午8點為止 就已經征獲了25架次共機 其中逾越海峽中線進入西南空以及東部空域的 只有16架次 因此軍方是不敢掉以輕心 以上主播 第一個它實施的是海空封鎖 它六個區塊針對的五個港口包含 基隆港 台北港 台中港 花蓮港 還有高雄港 剛好這五個區塊是我們重要的港口 還有我們的軍港也在裡面 那在這一方面它實施的海空封鎖 然後對我們的機場呢 有花蓮機場 台東機場 新竹機場 台中的清泉岡機場 還有屏東機場 還有就是我們可以看到台南的IDF的機場 所以實施的是海空封鎖 雖然是六面包圍 但是是整個的海空重要的 這個機場跟港口多做封鎖 這看得非常的清楚 這是第一個特色 它要奪取的就是自空權跟自海權 有了自空權跟自海權 但未來的兵力運用 還有戰力的投射都會非常的快捷 第二個它動用了遼寧號的航空母艦 出巴士海峽 就是做了反介入跟區域拒止的能力 上一次在2024A的時候 今年5月並沒有出動 那這一次出動的話 它上一次在918通過 9月18號通過日本的宇納國島 還有西表島中間通過 然後到菲律賓海 然後到海南島進行快速的整補之後 立刻從海南島的三亞王起航 已經在昨天的時候已經通過巴士海峽 這一個航空母艦的打擊群 就是針對的是反介入 以及區域拒止的能量 它在這時候也做了展現 第三個最大的不一樣 就是這一次的海警船 海警船是屬於執法的單位 海軍是屬於維權 海警船屬於執法 而這一次派的四艘海警船 其中有一艘是萬頓的大型的 是全世界最大的海警船 就是來執法 那執法的話 因為賴清德兩岸互不隸屬是講到的治權互不隸屬 因為主權按照中華民國憲法及於中國大陸 這邊是中華民國台灣 對面是中華民國大陸 那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基本法也講到的 他的主權也是到包含台灣 所以主權是相互包含 但是治權從1949年開始 大家都沒有統治到對方 因為賴清德只強調了下半段 上半段他並沒有講針對憲法 在520也沒有講到中華民國憲法 在10月10號10月5號的國慶晚會 也沒有講到中華民國憲法 他是克略忽略的主權 那強調了治權互不隸屬 那這一次海警船就實施到台灣的周邊的水域 來實施管轄權跟執法權 那海軍屬於維權 海警船來執法 所以這一次的聯合力艦B 他並沒有展現結束的日期 也就是在兩年前 裴洛西來台灣的8月4號到8月7號的 維台經驗是有三天的時間 2024A有兩天的演習時間 2024B並沒有結束的時間 就是要海警船來常態性的在台灣周邊海域吃法 對進出的這些不管是運郵件 或者是這些液態瓦斯的這些船件 或者是滾裝的貨輪 或者是要出口的這些貨輪 他可能會隨機的不針對性的來做登船領檢 有方面的可能性 我認為不要完全排除 這一次主要比較重要的就是執法權的到台灣來進行 將軍提出了幾個重點就是藥港藥域的封控 這是第一點我們值得注意的 第二點就是海警船的繞台 這一點對台灣民眾來說是相當陌生 您可以再簡短在惡藥的說明 我們要值得注意當中的內涵是什麼 那他就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象徵的意義 就是要落實他的執法權跟管轄權在海域上 那執法權跟管轄權是屬於治權這一方面非常重要的成分 那他就來落實治權 由海警船來進行執法的動作 那至於他要採取什麼樣的方式 是做攔截呢 還是來來領檢呢 還是做登船 那要看中國大陸這一方面的態度了 那這一方面的海警船就是要落實這一方面 這一次來這邊做驗證